主料,洋葱200克,培根100克,土豆200克,主料,芹菜叶,黄油一勺,盐,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土豆皮静,如果加水没过土豆,加少量盐煮15-20分钟至土豆熟,然后去皮切成厚片,烧热锅,放黄油块开,中火炒培根出香味后盛出, 锅中爆洋葱边炒片刻,再加土豆边炒,制洋葱生软,土豆外表金黄黄石,加少许盐和胡椒粉,放入培根炒芹出锅中盘,撒芹菜叶OK,烹饪技巧,挺简单的,没啥技巧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